美国枪响不断 19号更是一天发生两起枪击案 芝加哥一间医院遭到枪手闯入 先在医院外的停车场对着一名女子连开竖枪 接着冲进医院内继续开火 至于枪手事后则中弹身亡 目前并不清楚他是引弹自禁 或是遭人开枪制服 院方表示枪击事件发生时 院内病患立刻被安全撤离 另一起枪击案则发生在 科罗拉多州丹佛的下城区 案发现场距离美国职棒大联盟 科罗拉多洛基队组场克尔斯球场不远 至少一人丧生 另外三人受伤 目前嫌犯尚未落网 以上是孙玉山为您带来的突发快讯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明镜电视